各位觀眾早晨 歡迎收看這一節的直播環節 先請出我們的嘉賓有要財證券研究部的經理 直耀輝在這裏的Stanley 早晨 你好 先和大家看看大市的情況 現在回升的恆指正在升13點 報23420點 國企指數下跌1點 報11743點 大市成交暫時到129億多 我們跟進一下近期來說 不算特別熱炒的一些股份或板塊 就是一些新能源或能源的板塊 近期當然大家都知道 熱炒的一些中資金融股份的類別 就非常受到追捧 反而之前說到國策扶持 或者有些憧憬的板塊 即能源板塊方面 走勢不像做得那麼好 好像30000保利協鑫一樣 現在都跌2%下來報1.76 其實都跟進一下這個板塊 就說到龜片和多貞龜之間 看到多貞龜的價格 或者產能過剩的問題 即是有轉一步的惡化 令到價格有下跌的趨勢 會否到其時反而會影響 本身一些比較上游業務的30000保利協鑫的情況 其實我想先講解30000保利協鑫 這一陣子發生什麼事 因為其實公司 即是剛剛你所講的 可能是龜片 甚至乎多貞龜的業務 大家都講了很久 即我都講了很多次 不過一會兒再詳細些 再講解這方面的範疇 但對於保利協鑫來說 其實最大的問題是 反而是你見到近期一些 可能是業務上的發展 大家是有些抓不到究竟想怎樣 其實你看看公司 我想先看這個圖表 圖表上面你會見到 公司有一天大跌 這個跌得很厲害 跌的原因 最主要就是 因為公司當時 他就有個通告 就是說會出售龜片的業務 其實你看看保利協鑫本身 那麼龜片的業務佔 他那個公司的發展 那個業務的比重 都不是小的 但公司突然間有這個做法 令市場都可以說是 百思不得其解 即都不明白 究竟他那個動機是甚麼 而這個業務本身 他又說會出售給第三方 但第三方轉過頭 又賣給這個主席 即朱冠山 這個情況 有機會出現這個情況 所以當時大家也可以說 在很多人擔心的情況之下 令股價跌得很急 當然如果以公司之前的說法 就是出售龜片的業務 他可能不拿得資金回來 就可以有助公司改善財務上的狀況 但大家也都知道 如果以前景上去看 其實龜片的業務不是差 所以股價之後其實沒有好過 因為這件事之後 它的股價跌得很厲害 其實你看回昨天 我看到一個圖片 你會看到 昨天的時間 回到上來 最主要也是 因為上星期的時候 公司又出了一個通告 就是說 現在又不賣龜片的業務 等於這件事 你可以說沒有發生過 雖然中間有很多的過程 但到最終 這個業務又不賣了 當然 你說不賣的話 等於這間公司 沒有什麼發生過 所以昨天的股價升是很合理的 這是很合理的事 但也反映了一個現象 就是說 究竟公司想怎樣 你之前才說 可能賣龜片的業務出去 你想拿一些資金 可能令公司的財務狀況 可能有些改善 突然間 他也說到 可能市場有很多的意見 可能賣不得 而這個業務的做法 不是那麼妥當 他就說不做了 就是不賣了 決定不賣了 就是打回原形 理論上 其實都一定是好的 但問題是說 這件事突顯了 公司的企業的文化也好 管治也好 似乎都真的 有很大的問題 所以它的股價其實你見到的了 雖然現在 經過這件事之後 你基本上可以說 等於什麼都沒有發生過 但股價升不上來 我自己都相信 其實經過這件事之後 公司的股價 能不能夠重上這些水平 要等 我撇除業務 重衰這件事去看 因為這件事某程度上 我想對於投資者的信心 有很大的疑問 以及會動搖 你要一些時間 可能才會回復市場的信心 所以暫時來說 股價難搞的 好了 講完這件事之後 講回主打 即龜片和多晶龜的範疇 多晶龜本身 沒錯 今年年初至今 甚至年初到11月份的時間 其實 表現是不差的 因為本身有很多國策 去扶持這個叫做工學的產業 另外全球對於多晶龜的需求量 其實都是有真無減的 另外也有一個比較特別的地方 就是說 因為以前的時候 教導之前的時候 原先有很多新的廠房 即擴充一些廠房 原先今年會落成 但到最後發現了 有很多廠房 因為可能是技術上的問題 延遲了擴充產能這個情況 那什麼時候會發生呢 夏年 夏年的事 所以今年其實多晶龜的價格 你都可以說是多穩定之餘 是穩步上升的 其實是OK的 但夏年就很難說了 即是夏年你想一下 夏年當真的 真的叫做很多的產能 開始釋放出來的時候 其實那個產能又多了 即是產能過程的情況 又嚴重了 所以這個的板塊 即你可以說 夏年都很難做 還有在近期 因為也有個叫做 美國那邊 都裁定了 即是一些叫做 反經銷 反母帖這些事件 對於你說中國和台灣的 多晶龜的一些公司 所以都會加大 那些叫做 那些叫做一些稅務 所以你說這個板塊 夏年 其實之前都 在年終之前都已經不斷強調 你說今年OK的 即是今年這個多晶龜 即是假設沒有發生這件事 我都覺得保利博音 你都可以玩到年底 但經過這件事之後 其實這隻股票 我想暫時我都不會再考慮推介住 嗯 好 都見到 都影響了 30000的情況 而且 就不算太樂觀 見到現在就已經跌到 1.76的位置 跌超過2% 會不會都影響了 他們的子公司 編號451的協音新能源 其實他們做的業務 當然就是分開了 會不會都影響了本身 即你說企業管治的問題 就存在在母公司那裡 會不會令到 就說子公司 都其實有風險因素 在那裡 子公司所做的 就比較好少少 因為一個就做了一些叫 叫做多晶龜 龜片 比較上是上油一點的 而 曉恩新能源本身做的 叫做發電那邊 是比較下油的 而的而且 確實上 如果你看回內地的發展的話 那些叫做光復的發電廠 在之後應該會越做越多 這個都可以說是一個 受惠國策的因素 但是 都看完股價方面 事實上 你看回這隻股份 即是451 之前都升得很厲害 你叫股價其實都真的 之前呢 四胡兩的位置 衝了上去 當時最高做過多少呢 過四 但其實炒上來這一段 基本上都是反映了 所有的良好因素 而且這間公司 因為它之後要發展的話 當然有很多的資本的開支 所以你就初步看 能不能夠還有一個 當然這一段的時間跌得很急 而且都反映了 新能源這個板塊 都某程度上 因為油價的下跌 都有點而拖累了這個板塊的表現 但是 四胡短期的時間 你從上去大概一元這些位置 有難度 所以初步看 我覺得它暫時來說 都是在花旁街號 是現水平 都是拉腳為主 始終兩隻股份 暫時都沒有一個特別的大升勢 都看回主要 就是整個板塊的表現 見到保利協鑫跌超過2% 1.76% 卡姆丹克就沒有升跌 做9號白指 而輕葉太陽能 升良先 康能太陽能 都升良先 順義光能 升超過2% 2.04元 謝謝 Stanley跟我們分析 整個光復板塊 暫時的表現 以及兩隻 300 和451 的情況 這兩隻股份 本身有沒有持有 沒有持有 謝謝 我們稍後回來 就會開始問答環節 家庭館還可以打定電話來 有204 6566 和電郵給我們 都可以 askbschannel.com 稍後再見 請問 2 1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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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